我們早前報導過白血病人董雅力的故事 而他從被證實患病至今已有一年 董雅力今天於接受治療的希望之城醫學中心舉行分享會 向在場人士談到他過去一年的經歷 並鼓勵民眾加入捐贈骨髓的行列 第1月份接受了持帶血的移植令到情況得到改善之後 董雅力今天在希望之城醫學中心出席分享會 向在場人士談到過去一年 由開始發現身上的瘀傷 去到確診、接受幹細胞移植等的經歷 他表示現時已接受移植有五個月 間中仍然會感到不舒服 但情況大致良好 還有這個機會活下去 董雅力表示 今天出席分享會除了要感謝希望之城對他的照顧之外 希望繼續鼓勵民眾捐贈骨髓和新生嬰兒的持帶 捐贈骨髓很簡單 如果你要去登記捐贈骨髓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他拿你的口腔的一點點口水 他就可以把你放在這個registry裡面 然後他們將來就可以看你有沒有配對 然後有這個能力救一個人的命 而董雅力的主診醫生潘尼華就指出 持帶血移植現時仍然處於臨床實驗階段 因此需要更多的結果 才能夠令更多人像董雅力一樣接受類似的移植 希望大家能夠 不管是看任何一個醫生 如果有臨床試驗的話 我真是鼓勵大家都參加臨床試驗 然後就是告訴你周圍的朋友 包括你自己 如果你很健康 我希望你能夠成為一個 成為一個幹細胞捐獻者 董雅力去年被確診患有急性的白血定 花了大約6個月的時間 仍然無法找到適合的骨髓移植 最終接受持帶血移植 見事情況逐漸轉好 天安維市記者李浩晴 廠安報導